保护我的是耶和华 耶和华在我的右边 因比我白天 在你外出的路程上 或是你骑脚踏车的时候 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到 你曾经会边唱着什么歌呢 今天的信息很有趣 一群人他们在边走的路程当中 他们其实在边敬拜着上帝 边唱着诗歌来敬拜上帝 我们今天一起来听听 他们整个过程如何进行 我们先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谢谢你把我的心仰望 向你来敞开 上帝你对我说话 喂养我的心 让我心就像吃着 零食的灵粮一样 充足饱饱的 谢谢你与我同在 我们将祷告奉主的名祈求 Amen 祈求 我的心應變 我們就敬敗 心敬敬 小朋友不要忘記 在任何的時候呢 我們的天父爸爸 他都時時刻刻在保護著我們 不管是我們在學校 在家裡 在外面 在裡面 上帝都會一直保護我們喔 所以我們現在要一起來唱這首歌 《保護我的是耶和華》 保護我的是耶和華 耶和華在我的右邊硬碧我 白天太陽不能上人 天地月亮也不能害我 保護我的是耶和華 耶和華在我的右邊硬碧我 白天太陽不能上我 夜裡月亮也不能害我 他會保護我 脫離一切在海 他會保護我 腳步堅定 他會保護我 時時刻刻保護我 我出往後 從現在到永遠 小朋友知不知道這首歌有動作 那待會我們再唱一次的時候呢 要跟著我一起比動作喔 保護我 保護我 保護我的是耶和華 耶和華在我的右邊硬碧我 白天太陽不能上我 夜裡月亮也不能害我 保護我的是耶和華 耶和華在我的右邊硬碧我 白天太陽不能上我 夜裡月亮也不能害我 他會保護我 他會保護我 脫離一切災害 他會保護我 腳步堅定 他會保護我 時時刻刻保護我 我出往後 如從現在到永遠 他會保護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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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脫離一切災害 他會保護我 腳步堅定 他會保護我 時時刻刻保護我 我出往路 從現在到永遠 我出往路 我出往路 從現在到永遠 小朋友 我們在人生當中 不管遇到什麼樣的情況 在高興的時候 沮喪的時候 難過的時候 開心的時候 我們的上帝都會跟我們在一起 他時時刻刻 都為我們預備前面的路 他時時刻刻 都會跟我們在一起 就像雲上的太陽一樣 一直都會在那裡 無論是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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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麗的高山 或是躺我在 在陰暗地有故 當你抬起頭 你將會發現 主已為你我而預備 雲上太陽 雲上太陽 他總不改變 雖然小雨灑在臉上 雲上太陽 他總不改變 啊哈 他不改變 小朋友這首歌有動作喔 這一次我們要 一起來比動作 然後也要一邊唱喔 無論是住在 無論是住在 美麗的高山 或是躺在 陰暗地有故 當你抬起頭 你將會發現 主已為你我而預備 雲上太陽 他總不改變 雖然小雨灑在臉上 雲上太陽 他總不改變 啊哈 他不改變 再一次 無論是住在 美麗的高山 或是躺我在 雲上太陽 他總不改變 雖然小雨灑在臉上 雲上太陽 他總不改變 雖然小雨灑在臉上 啊 它不改变 云上太阳 它总不改变 虽然小雨洒在脸上 云上太阳 它总不改变 啊 它不改变 我们的生命 生活上的所有的一切 都是上帝的赏识 让我们一起带着感恩的心来奉献 咱们就会来唱《逢贤的西瓜》 咱们就会唱《逢贤的西瓜》 咱们就会唱《逢贤的西瓜》 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祢的恩典 谢谢祢每一天保护引导着我们 上帝我们献上我们的心 我们的才能 还有我们的奉献为祢使用 愿上帝祢祝福祂成为更多众人的帮助 我们的祷告不完全 我们要一起用耶稣的祷告文 一起来祷告 我们在天日在北 我们你的名声 你的国陷阱 你的志意在这里 第二清除在天日 我们的日式 今天给我们 寻命我们的孤父 寻命我们也有寻命 孤父我们的人 目的带我们立地市 就救我们带你那个派的 因为国关灵 他们更都是祢所有 大大无情 阿们 亲爱的孩子们平安 很高兴 我们要透过网路 一起敬拜上帝 在今天的敬拜之前 我们先一起安静心 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上帝 谢谢祢 谢谢祢让孩子们 记得在这个时间分别为圣 虽然我们不能到教堂里面 来敬拜祢 可是仍然我们把这段时间 分别为圣出来 我们记得要来敬拜祢 要来学习祢的话语 求祢现在安静我们的心 柔软我们的心 让祢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 我们这样祷告 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OK 我们这一季爱读诗篇 我们已经进行到最后面了 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是 上行诗歌 上行诗歌 这个名字听起来好特别 好奇怪 其实它是包含在诗篇120到134篇 这15篇圣经学家把它们归类为上行诗歌 什么是上行 这个上行 这个字 这个词 它有台阶 或者是不同的阶段 或者是上升 或者是往上 这几个意思 因为在旧约 出埃及记23章14到17节有这样记载说 以色列的男人每一年要有三次到耶路撒冷城来守节 所以这15篇诗篇就是这些人们他们到耶路撒冷要去守节 要去圣殿敬拜上帝的时候 一边走一边开心的吟唱的诗歌 所以这15篇圣经学家就把他们取了一个名字叫做上行诗歌 因为他们往上 他们要去朝见上帝 他们要去敬拜上帝 甚至于他们要到圣殿 要爬很长的楼梯 很开心 因为他们知道敬拜上帝 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所以一边走 一边吟唱这些诗歌 那可是上行诗歌 除了刚刚说的意思之外 其实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在提醒我们 我们的信仰 也应该要一直一直往上进步 当我们认识耶稣 接受这份信仰 他其实只是开始而已 在生命的道路上 我们应该要让自己的信仰一直成长 一步一步让自己的信仰往上进步 让自己的生命能更荣耀我们的上帝 这15篇诗篇 它都没有很长 不过每一篇都在提醒我们 信仰里面各种重要的事情 今天我们要简单 归类几个重点 透过这些重点 我们要一起来学习 看上帝 透过这15篇的上行诗歌 要我们学习什么 首先我们来看今天我们要背诵的经句 它其实就是在诗篇121篇第二节 华语是这样子说的 我的帮助从上主来 他是创造天地的主 那那两台译 我爱帮咱对牙和花来 一喜冲着听一堆 我爱帮咱对牙和花来 一喜冲着听一堆 诗篇121篇的第二节 它在告诉我们 说我们的帮助 我们的力量都是从创造上帝 创造天地的上帝而来的 在创造天地的上帝面前 我们能怎么样 我们应该要更谦卑 更专心信靠我们的上帝 好吗 所以这个经节非常的重要 希望你可以花点时间 把它背起来 接下来我们要看 我们今天要读的圣经经文 就是在诗篇131篇 诗篇131篇也非常的短 它是这样记载的 上主啊 我不敢再狂傲 也不敢再妄置尊大 我不敢再有大企图 也不敢再做力所不及的事 像断奶的婴儿 依偎在母亲怀里 我的心临近 以色列要信靠上主 从现在直到永远 我们刚刚读的诗篇131篇 在告诉我们 在上帝面前 我们应该怎么样 我们应该要谦卑 我们不应该很骄傲 很狂傲 好像觉得 哇 我做这些事情 我很厉害 其实不要忘了 我们可以做这些事情 我们的力量 都是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不要以为自己很厉害 反而在上帝的面前 我们应该要更谦卑下来 因为这一切都是上帝创造 这一切力量都是从他而来 那131篇的三道试节 诗人告诉我们 当我们完全的信靠上帝 就像我们像一个小baby的时候 然后躺在妈妈的怀里 妈妈抱着我们 那是一种多么幸福 多么幸福 多么安稳的感觉 你知道吗 我小时候啊 在家里 我不知道我那时候多小 我只记得我小时候 眼睛一睁开 然后呢 眼睛到处看一下 没有看到我的妈妈 我就会开始哭 我不管他在哪里哦 我就会一直哭 一直哭 一直哭 哭哭哭 哭到他出现到我的面前为止 然后把我抱起来 我才会停止哭泣 因为我喜欢 我喜欢被他抱着的感觉 可是你觉得 我能不能一直每天 到现在长大了 眼睛睁开来 还要一直哭着 要妈妈抱抱 不行吧 对不对 所以说 我们要像断奶的孩子 他的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baby的时候 我们的妈妈会抱我们 会喂我们喝奶 可是当我们慢慢长大 我们要自己吃饭 要自己成长 因为没有人 长大之后 还在喝奶的 对吧 当我们的信仰 也就是这样子 一开始 我们刚认识上帝的时候 我们的信仰 就像一个小小的婴儿 上帝的话 需要有上帝的话 来喂养我们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的爸爸妈妈 就会带我们参加主日选 陪我们读圣经 可是当我们慢慢长大之后 我们要记得 我们还要持续靠自己 用祷告 用读圣经来亲近上帝 因为上帝的话语 是我们生命中 最棒的粮食 我不知道各位孩子们 你们懂不懂 生命的粮食 这句话的意思 有时候 可能当我们肚子饿的时候 我们可以吃面包 或者吃饭 甚至吃牛排 对不对 吃了之后 让自己不饿 自己就觉得很饱足 可是 当我们的生命 遇到困难 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或者是 当我们的生命里面 有遇到难过 悲伤的事情的时候 靠着吃东西 可以帮助我们吗 我们要怎么样 依靠怎么样 才可以帮助我们 度过这些困难 没有 我们没有任何食物 可以说吃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 跨过我们面对的困难 但是 我们的信仰 上帝的话 可以让我们 在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成为我们的力量 可能 这个困难 它并不会消失不见 可能 你遇到 悲伤难过的事情 它还是在 可是 当我们依靠上帝 上帝的话 就会成为我们的力量 陪伴我们 帮助我们 走过 生命中的困难 今天的信息 非常的短 可是 我们可以学习到 120篇 到134篇 被归类为 上行的诗歌 也就是 当以色列人 他们上圣殿 去守节的时候 开心 欢唱 吟唱的诗歌 然后 有从今天的支音句 还有经文里面 再次告诉我们 我们所有的帮助 还有我们的力量 都是从创造天地的 耶和华而来 在上帝的面前 我们能做的 就是每一天的生活 都更谦卑的信靠上帝 更能亲近上帝的话 让上帝的话 可以成为帮助我们的力量 好吗 等一下呢 有时间 有两个重点 可以跟你们的家人 一起讨论 一起分享 第一个 现在的你 需要上帝 帮助的事情 有哪一些 你可以试着把它写下来 然后 为了这件事情 来祷告 第二件事情 请你的爸爸妈妈 或者是家里的长辈 在他们生命中 有没有遇过上帝 帮助他们的事情 请他们分享一下 让他们再次激励自己 然后呢 也可以鼓舞我们 OK 今天的信息 短短的 可是希望你可以 花一点时间 想一想 我们的所有一切力量 我们的所有一切能力 我们的帮助 都是从创造天地的 耶和华而来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信仰 跟我们的生命一样 要一直一直 不断的进步 我们的生命 也不要让我们自己 永远像个小孩子 我们的信仰 要慢慢的成长 好吗 要慢慢的成长 用上帝的话 帮助我们的信仰 一天一天更进步 一天一天 更能活出 符合上帝的样子 下个礼拜 不要忘了 同样的时间 我们依然 在网路上 一起来敬拜上帝 当然 如果可以的话 也能把我师鼓励你 到你家里附近的教会 参加主日学 好吗 如果真的有困难 没关系 这个时间 打开电脑 上网 我们一样 可以 好好的敬拜上帝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 OK 拜拜 财秀朋友 今天的礼拜到这里 我们一起来结束祷告 向你的天父上帝 愿你的恩典 与我们同行 好 主耶稣基督的爱 跟保护 与我们同在 主上帝 谢谢你 保守在我人生道路上 让我常常 向你来唱诗歌 向你来说话 因为上帝你必 一生一世陪着我们 谢谢你 我们将同心祷告 奉主的名祈求 阿们 下期秀朋友 我们下期相见 一起来敬拜上帝 拜拜 平安 他会保护我 同一一切灾海 他会保护我 脚步坚定 他会保护我 时时刻刻保护我 我主我 都从现在到永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